全军出击 加魂呆 猴子呆 那個斧子居然是曬喔 好笑 原本有要打 打的是酷齊 結果不是 折 折 對 手太長了 沒了 這個老家 那我們順便把原城的傷害拉掉 我嘴是爛的 要嘛去去 去拿那個叫什麼 要拿到這個小龍就好了 這樣沒有綁到這個去拿 那我已經被他給了 然後有 反正有霧金他就是王 他可能要抬麥 就拿到到底什麼 他就是來盡頭 因為 好 沒人不錯 我們衛移過去 借過一下 殺人掌過去 有尊重喔齁 現在看到我們還是個場品 打兒子一樣的 或者他要走 敲兵走 敲了會有加跑速 散安的基礎跑速很低 耍他一下 確定少一個人 而且他大是停下來的喔 他不是衝過去清兵喔 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跑 這就是我本次的 蠻多管 打著 太早想打了 我加我 我加 我被依者公主 那我說 我們把依者的位置靠開就好了 這裡 轉變視角 點塔就好 像那個賽恩 點他反而是扣自己的 卡丁 其實他們兩點主掛就好 他們還可以 他還沒捶死 這裡又是 防守賽恩 摩塔 摩塔的血 然後 其他人跟團就好了 因為對面是雙射手陣容 雙射手陣容 他們在沒有輔助的情況下 等於有一隻射手 會被賣 猴子又那麼好切牌 那加穩充進來能幹嗎 就是 被擠火 我們的射手是高傷害 然後我們的輔助也在是高 雙控制 他等於說可以把那個叫什麼 對面的 飛機跟 依者 切開啊 切開正常 你看我那麼久沒參團 我們上路的經濟還只有一萬一 但我這選擇是很好啦 因為讓他去守賽恩的話 他是 很難守 雖然可以秒掉他 但是 我去團 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沒有那麼 那麼輕鬆 因為他刷兵線沒那麼快 帶兵線沒那麼快 為什麼呢 你來看你就吃兵數 吃兵數就夠少了 他就不太會吃兵的那種 就是這一場 看一下經濟圖表 還可以啦 我們全程幾乎都順風 這就前面 前面這個有沒有 在 這邊這個突起來藍色點是手殺 凹下去那邊就是我被殺 被殺虧那波兵 差很多 3分30秒領先 領先幅度才100 為什麼 就是殺 拿著拿著手殺 然後又送回去 除這種射手中路 你就是要承擔 完全不能失誤 他開場就失誤 那個那個 這局就不用玩了 就這樣 好